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来关注中国政府 在两人串社会治安问题出现之后应对的手段 一群准备去河南维护自身权益的人 突然被集体赋予红色健康码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 及河南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 此前由于河南多家村镇银行 无法正常取款一些储户非常焦虑 便通过多种途径反映自己的遭遇 紧接着6月13日 河南洛阳市演示区一则迎宾社区 考生中招降分报名通知引发广泛关注 通知称迎宾社区是无访社区 凡是户籍在迎宾社区的中招考生 中招第一志愿降三分录取 迎宾社区所在的淮新街道向财新 证实了该通知的真实性 并称这是今年实施的新政策 该街道仅迎宾社区因无访而向中招考生 降分录取 在6月14日下午 演示区信访局回复中国媒体财新称 舆情出现之后 该降分政策已经暂停 后续处理情况会在公市 不过无访社区考生 想中招优惠并非新的规矩 根据财新的处理 河南的部分区县 今年均以中招降分录取 随签子女就近入学等教育倾斜手段 鼓励建设信访无访村或无访社区 在2019年的5月30日 河南南洋市的唐河县县委县政府 发布了唐河县创建信访无访村 实施办法 称凡被评为信访无访村的考生 中招考试第一志愿降分录取 第一年降三分 第二年降四分 连续三年从第三年起 每年降五分 学籍则按照上级政策办理 同时在全县教师招考 事业单位录取 政府购买服务等招录中 无访村考生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 无访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 随父母务工在县城就学 优先安排到住地附近条件 较好的学校就读 同等条件之下可优先资助 中共媒体财新还报道 在河南强行将村镇银行 储户的健康码绿码 变成红码连续两天 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 自2022年6月14日中午11点之后 相关储户数天来 被莫名转红的健康码 开始批量的由红转绿 仅仅是为了防止受害人聚集性维权 河南有关方面 一度就动用了给储户健康码 赴红码来限制其行动的非常手段 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相关公职人员涉嫌涉及刑法中滥用职权罪 而据财新此前的报道 自4月18日开始 河南的部分村镇银行发生线上 系统关闭 取款异常现象 这几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 均为河南许昌农商行 背后牵扯 许昌农商行高管腐败和内外勾结 当地的经侦部门初步调查结果为 相关银行和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作 后者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5月中旬 当地的银保监部门曾出面安抚部分受害人 处乎的合法利益受到法律保障 但此后传出 此案的具体偿付要看资产追缴和处置进展 由于案件还在经侦过程中 监管部门未能有进一步的澄清 因此引发了处乎的新一轮的担忧 公开信息显示自今年4月4日零时起 河南正式启用来返遇人员村舍报备系统 即遇事办从外地来遇或者返遇 都要提前三天填报相关信息进行报备 该系统是依托省一体化疫情防控管理平台 打造的全省一张网 由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安排 为所有的社区村统一配置终端手机 使用专属号段和统一报备系统 形成来返遇人员社区村报备系统 专用通道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施掌握 来返遇人员数量社区村的核查情况 中高风险数据自动汇总 数据自动化 然后由省一体化疫情防控管理平台 再分给村社区专管员 实现社区街道县市区市省的全贯通 有河南多名受访储户反应 自己前往郑州或对特定场所扫码之后 其预抗码显示为红码 而同行的赴郑州或者同样扫码的 非储户人员健康码则未受影响 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对此回应 称已接到多个来电反应 未出行或者无缘由被河南省赴红码的情况 经过查证 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 工作人员称不了解 媒体报道一位邓姓的储户说 自己近14天一直待在石家庄的家中未到过河南 他在6月11日在自发组建的村镇银行储户沟通群中 看到一些储户因为扫了一个显示地址为 郑州车站西南出口的长缩码 结果健康码突然变红 邓先生随后也扫了这个长缩码 发现自己的健康码也变红了 但他拿出家人的手机扫描这个长缩码之后 却发现家人的健康码仍为绿色并未变红 同在一所房子 行程码也一模一样 结果健康码却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 邓先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而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 健康码是以真实数据为基础形成的个人二维码 分别有三种颜色 分别是黄码绿码和红码 其中红码是指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 以及近14天内有中国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使人员 邓先生说自己被付红码的原因是通过数据库查询 河南省将您的健康风险等级定位高 健康报告日期为2022年6月11日 但是近14天内 邓先生并没有到过河南 随着有更多群友都将自己被付红码的截图发到微信群 他们发现这些被强行赴红码的居民有着共同的身份 他们都是河南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 而据此前媒体报道 河南几家村镇银行的储户在今年4月突然曲线困难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上月说 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的问题 四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 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监刻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据了解这些被强行赴红码的储户 原本打算昨天从各地赶到郑州 向河南有关部门沟通当地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情况 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 郑州市12345热线则回应 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的通知 如果背负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 了解赴马原因 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还说 已接到多个来电反映未出行或者无缘由被河南省赴红码的情况 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已将该情况上报政府正在积极改进 建议进行后续关注 而根据环球网文章 环球时评 储户被红码必须维护健康码的科学性严肃性 在6月13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馈称 多名前往郑州沟通 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赴红码 此时迅速引发 舆论关注郑州市12345的热线 对此回应称已接到多个相关来电 然而上述回复显然还不足以平息质疑 目前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 红码似乎精确地指向相关储户 有接受媒体采访的储户表示 自己在扫码填报个人信息之后 其长所码或预扛码显示为红码 赴码原因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等等 但同行赴郑州的非储户人员健康码却未受影响 此外据媒体报道 还有多名没有前往郑州的储户在填报信息之后被赴红码 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和更权威的答复 健康码是通过公众让渡部分个人信息权利 以服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需要而设计的技术手段 它只能被用于防疫目的 在防疫过程中 最大限度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是相关部门的责任所在 毫无疑问 如果任由滥用驸马权利的猜测在回来网上流传 时间越长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也就越大 因此无论网传的情况是否符合事实 当地都必须要给出一个令人幸福的回应 健康码相关信息是否有被滥用的可能 这绝非小事 如果真有人试图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社会道德 更涉嫌违法违规 事实上对于健康码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中 就有明确规范 其个人健康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利用 应符合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而后者则明确了对个人信息访问 应采用最小授权的策略 那就是仅具备完成职责所需的 最小数据操作权限 必须要说绝不能擅自挪用健康码信息 这在全社会上下有着高度共识 实际上在相关信息的处理之上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在个人隐私保护上 越来越慎重 比如最近公布确诊病例的流调时 很多地方尽可能的抹掉一些 与防疫无关的信息披露 也正因这个共识如此之强大 人们才对任何可能突破 这一底下的苗头十分敏感 任何人都不应对在这个问题 满天过海存在侥幸心理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健康码的作用举足轻重 必须维护其科学性和严肃性 绝不能让一些局部的基层纠纷 或者技术错误 影响公众信心和抗议大局 河南省卫健委表示 已将投诉反馈之相关部门 目前正在调查核实 这个过程应尽量加快 并及时向公众通报进展 如果是技术问题导致 要拿出有说服力的完整证据链 如果这个过程中 确实存在违规操作 则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也发文提醒说 各地的健康码应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 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 这一规则各地务需坚守 胡锡进强调 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 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的人员流动 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 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微信 也会损害公众与防疫的支持 这对整体社会治理是得不偿失的 但在他的这个文章中 没有提及河南的那些储户 无法取款的细节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习近平69岁生日这天 接到重量级的祝贺电话 这期华尔街焦点关注时间点 来到2022年的6月 中俄关系互动中 谁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 根据中国央媒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6月15日下午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在中方的新闻报道 标题大多为 习近平同普京通电话 或者再加上一句 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新闻支援 而俄罗斯的宣传机构 比如今日俄罗斯RT社 就简单直白的多 标题就是中国承诺支持俄罗斯 在刚刚外交系统 亲俄代表乐玉成调任广电 实际意义左迁 习将李生的传言 持续发酵的当下 习近平普京之间的通话 成为热议焦点 华尔街电视梳理了一下过往新闻 发现在6月15日 习近平生日这天 习近平普京互相通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2013年 2018年 2022年 中国官媒都报道过 他们在6月15日这天通话 而在2019年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出席亚信 第五次峰会前 普京还亲自前往习近平下榻的宾馆 当面向习近平祝贺生日 互相捧杯致敬 在6月15日 同个话 一方面是显示习近平 普京私交密切 彰显两人的个人感情 而在2018年 习向普京还颁授了首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并向世界宣称 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执行朋友 普京总统先后19次 来华访问 是来华次数最多 中国人民最熟悉 最敬重的大国元首 也是我最好的执行朋友 但普京有时候不太给面子 就好比这次开头的小视频 在2019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布比德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答记者问 记者问到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 俄罗斯是否会站在中国这边 普京则回答 中国有句谚语 老虎在山中战斗 聪明的猴子会坐在山上 看谁能打赢 而恰恰也是在这次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当时一位女主持人用了将近一分钟将问题 用简单的语言详细解释给习近平 结果后来习近平的反应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网络迷因 习近平与普京的热络对照是6月底的北约峰会 当地时间的6月15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举行 记者会时表明有意以首位出席日本首相身份参加预定于 6月29日至30日在西班牙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稍早一天 6月14日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将于本月末参加北约峰会 这是韩国领导人首次参加该会议 日韩领导人都有意参加北约峰会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国内有分析认为 此次会议将集中讨论北约成员国牵制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 这可能会成为今后韩中韩俄关系的变数 其实除了韩国日本外 北约还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共4个亚太地区的非成员国领导人与会 报道还称与会各方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制定反映美中竞争加剧 及俄乌冲突长期化等情况的新战略 谈及导致此次计划的因素 报道称特别是最近北约不仅积极牵制 被视为传统安全威胁的俄罗斯 还积极牵制中国 而邀请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印太区域内的友邦国家 参加此次峰会 也与上述趋势不无关系 习近平普京此次的高调通话 除了延续以往的密切私交之外 对于习近平更重要的或许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今年年底的二十大连任 美国之音VOA最新一篇文章认为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关键 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 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控制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了解这一点 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今天习近平是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 文章认为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 取消过去的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 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 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 使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 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 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的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 与此同时 在进行所有这些调整和改革过程中 使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 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是这个人边缘化 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之后 最高军衔是上将 迄今为止一共晋升208名上将 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 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时间中 习近平已经晋升上将44人 平均每年晋升9人 大幅超过之前的平均水平 观察人士特别指出 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仅数量多 而且多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 例如根据解放军 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正战区职务满两年 任中将满四年 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六名上将中 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个 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中 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不符合上述的晋升条件 实际上解放军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 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按照惯例 规定正常晋升军官是完全可以做到 数量颇多的破格晋升 最大可能性不会是因为没有人够资格 而应该是没有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 而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 而且显示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衔 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 中共自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原则 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 无一例外 邓小平从来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 但是没人否认他曾是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 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 在杨洁篪面见苏利文之后 习近平与普京通话多少有点搞平衡的味道 都说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都知道打仗归根结底 比的是谁口袋里的存货多 2月24日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到现在已经过去110多天 综合各方的报道都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因为打仗和制裁而面临的窘境 在6月15日 彭博社的报道称 俄罗斯将被迫生产没有安全气囊和防暴死 制动系统 ABS等基本安全功能的汽车 以重启当地的生产业 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 卢卡德梅奥表示 由于缺乏制造新车所需的零件 这家之前有法国制造商控制的 AutoVas工厂将不得不在驾驶人安全方面做出妥协 而AutoVas就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集团 卢卡德梅奥周三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在俄罗斯没有ABS和安全气囊已经是合法的 一个月前 雷诺同意将其以22亿欧元的俄罗斯业务 转账给俄罗斯的国家实体 这笔象征性的金额相当于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国有化 生产最畅销的拉达品牌的AutoVas 被一家名为Nani的国营汽车研究所接管 而就在一个月前就有报道称 电子元件的短缺以及西方的严厉制裁 使俄罗斯的汽车工业回到了80年代后期 俄罗斯官方现在允许当地汽车制造商 无视排放标准 可以不再为他们的车辆配备安全气囊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 以及防暴死制动系统ABS等重要安全套件 甚至安全带预警器 这些生产标准的放宽将持续到2023年的2月1日 这意味着现在将一辆不符合欧洲排放标准的汽车 直接使出暂停就像驾驶一辆符合 欧洲最新排放标准汽车的汽车一样 在俄乌战争爆发和随后的所有制裁之前 俄罗斯汽车制造商只被允许将排放标准是 欧武级及以上的车辆上路行驶 然而随着博士等公司暂停交付发动机管理系统等部件 调节排放等级变得异常困难 从安全角度来看 购买一辆没有ESP ABS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预警器的全新汽车是荒谬的 看到俄罗斯的GDP下降超过最初 估计的10%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一些买家肯定会推迟购买新的本地制造的乘用车 这至少要等到2023年的2月 而部分消费者可能会因此选择 推迟购买新车或者直接购买二手车 而同一时间作为汽车生产大国的中国 汽车出口量有望首度超越汽车强国德国 中国的整车出口在2021年起突然呈现了紧喷之势 中汽鞋数据显示 中国在2021年整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 达到201.5万辆同比增长一倍 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日本的382万辆 和德国的230万辆 以大幅超过韩国的152万辆 其中新能源出口量达到31万辆 同比增长304.6% 2021年的出口高增长态势延续至2022年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一季度中国汽车整车出口67.6万辆 同比增长57.8% 整车出口金额为117.5亿美元 同比增长87.9% 尽管二季度中国汽车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 但成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说 根据海关总署出口数据估计 2022年的全年汽车出口量接近300万辆 出口量超越德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下半年出口增速 能够重回50%以上 中国今年完全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 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事实上中国汽车出口的井喷多少来的有点突兀 在2021年尽管新能源汽车崛起迅速 但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增速并不亮眼 工信部一司司长王威明早前曾表示 2021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08.2万辆和2627.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4%和3.8% 结束连续三年的下降趋势 而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车企出口量始终维持在100万辆左右 明显陷入停滞期 但因疫情的影响 2021年丰田本田福特等厂商被迫暂停了海外整车生产 中国车企也就成了最大赢家 仅仅在民用汽车这个行业或许俄罗斯就迫切需要 中国的支援 至于6月15日的习近平普京通话 中俄关系互动中 谁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 可以说是各有所求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